大家好,欢迎回到ABC留学移民区域介绍,我是Daisy 本期要介绍的区域是在墨尔本鼎鼎有名的学区房核心Hothong 又被翻译为霍索恩区 属于City of Borondara的管辖 常住居民大约有两万五千人 Hothong是墨尔本最老牌富人区之一 夹在Richmond,Camberwell,Q和Turac之间 他既享有Richmond的活力,也享有Camberwell的平和宁静 Hothong的火车电车四通发达 有Hothong,Glanferry和Orban三个火车站 一个区有三个station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 我觉得以前经常下了火车站在这边买咖啡 然后我觉得它很了不起 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很多很多店都倒闭了 这个老头他就居立不倒 而且station出去门口就是电车站 16、48、70、72、75和109号电车均从这里经过 还有许许多多的巴士站 像是624、609号等巴士都可以到达 可以说这里的交通非常方便 住在这里即使没有自驾车也毫无压力 只是上下班和上下学高分期的交通实在让人头疼 从Glanferry车站出来就是文明侠尔的商业间Glanferry Road 正对面就是一个独立有特色的小众电影院 那整个特色了吗? Glanferry Road作为活动主要的繁荣街道之一 设有超市、四大银行、药店、诊所、有机水果蔬菜店、肉店、服饰店、美容美发店、亚钞和许多小众商品店 精致的咖啡馆和多元化的餐厅更是贯穿着整个脂肪茂盛连绵起伏的城区 在Glanferry这条商业街上吃东西的选择真的是太多了 各国菜系都应有尽有 跟Glanferry Road相交的Burwood Road是活动另外一条繁华的街道 活动的标志性建筑 活动Tangho也就是市政厅也坐落于此 这个历史悠久的雄伟建筑保留了19世纪末的公共建筑风格 也是Burondara市政府的前办公处 目前活动市政厅用于公共的展览表演和会议的使用 可以租 你看它有很多的一些房间 每一个房间可以租掉 租给一些公司 他们可以在这边开会或者是办一些活动 现在都是用来这个用途了 就办展览 据工作人员介绍 Swingman大学的一些活动或者毕业典礼也曾在此举行 Hawthon著名的Art Center艺术中心就在这里 这里会定期开办不同的展览 供居民们闲暇之余来欣赏参观 调野情操 这里的展览都是免费的 这个Art Center有四个展览馆 然后每一个季度他们都有不同的展览 有很多的一些活动 这个艺术中心旁边就是Hawthon区的青少年宫 会为孩子们定期举行不同的活动 除了市政厅 Hawthon还有多间历史悠久的教会 其建筑也是保留着19世纪的风格 走在这里感觉仿佛回到了维多利亚时期 另外Hawthon的公共设施非常齐全 图书馆,公共运动游泳馆,因而福利中心,青少年俱乐部 还有多个大型的公共足球场 难怪这里孕育了一支非常著名的职业傲食足球队 The Hawks,也就是Hawthon队 从1902年成立至今已有百年多历史 当地的居民都非常以此为好 除此之外呢 让Hawthon区的房子变成炙手可热的香饱饱的主要原因 还是要归功于这里的学校 Hawthon是个重视教育的地区 当地名校众多 从幼儿园到大学 优质的公立以及著名的私立学校都一应包揽 其中莫本最好的百年贵族男子学校 Scott College就坐落于此 光是小学入口就有好几个门 软硬设施都很优秀 是许许多多人挤破头脑都想进去的私立学校 邻近的Xavia Trinity Grammar Carrie Grammar MLC Righton Genezano 都是墨尔本家喻户晓的名校 当然在Hawthon 居民们还可以就近选择优质的公立学校 比如Glanferry小学和Hawthon西部小学 还有Hawthon东部周边州立学校 如Hawthon初中 Urban小学和Urban南部小学 除此以外 墨尔本著名的苏英本科技大学的主要校区也坐落于此 并且就在Glanferry火车站旁边 火车铁路正至横川校区 我可以直接进去 我可以直接进去 他们在上课耶 这个你看在Drawing Design Chain Station 可以看到火车从队友飞过去 这座大学被繁华的街道包围 当然这些学校为当地的房屋出租市场也带来了很高的收益 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寓在这边拔地而起 走到居民居深处 可以看到Hawthon有很多保留着19世纪维多利亚市的房屋建筑 像这种上了百年充满历史感的老房子 俨然成为了文化古物 使不允许被拆毁重建的 Hawthon区里豪宅林立 都隐藏着千万级别的大豪宅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种庄园式的豪宅 再来到了Hawthon的一条Shakespeare Street 天啊这感觉就是我以前在这个英文小说里看到那种庄园别墅那种感觉 这一次就先从外面欣赏一下 下次有机会的话带你们去云体验木偶本的豪宅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留言告诉我 墨尔本大多数居民去的绿化都做得很好 基本上每隔一条街就有一个公园 除了儿童游乐设施 许多公园都是Pet Friendly的狗狗公园 Hawthon的Central Park小而精致 而在Hawthon的这个Pride Mall Park环绕着居民住宅 还可以看到墨尔本的雅拉河 风景真的是很美 我就站这就行了 我又不会游泳 我不能走太近 哈喽 还是很漂亮的 这里是墨尔本的母亲河 Yara River的一个小部分 这条河贯穿着整一个墨尔本 在这里河边建了这一个bench 上面写着说 有个孩子叫Benjamin Water 他在两岁多的时候就在这个河边去世了 然后人们建了这个bench来纪念他 这个上面说有些人注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去世 但是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离开人世间 但是他们会把最年轻的那一面留给世人 买一杯咖啡到公园散步 哈喽的生活惬意又美在 从历史悠久的住宅和绿树成荫的街道 到高密度的购物大道以及方便的交通 哈喽一直成为当地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住所 你看在我左边这是Ryton的学校 这个是幼儿园部 那右边呢它就是MLC 真的就是一条马路之格 对不对 这条马路可能都不到100米吧 所以这个区的私校真的是很多 而且是挨得很近了 只是Hothung的房价一直排名居高不下 平均房价都在240万左右以上 是很多人渴望不可及的地方 但是这么一圈灌下来是不是也能理解了 为什么Hothung的学区房那么贵的理由了呢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在此感谢观看ABC留学移民生活频道 为你带来最真实的澳洲生活和资讯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